我爸是小地产商 家里资产大概两千多万 因此我算是个小富二代 去年我爸对我说 你先别学习经商 也别考公务员了 要想保护家里的生意 我送你去当服务员 我以为他喝醉了说胡话 可是当我爸送我到那个乌波模特会所 我除了看见美德惊心动魄的金发美女 还窥见了真正的富豪 他们资产动辄几十亿 政商关系通天 我才大悟 像我这种家境 能给人家当服务生 已经是造化了 我爸再三叮嘱我 如果看到哪个富豪准备换命 马上通知他 然而当我面临这种事实 才发现会所背后的上流社会 远超我想象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我是本期主播文哲 到会所当天 我就去勾搭东欧美女 却碰了一鼻子灰 所谓乌波会所 就是会所内的模特 主要是从乌克兰 波兰等盛产美女的东欧国家 挑选出来的极品嫩模 会所的位置 在市郊区一片小山坡里 是一座带院子的四层小楼 从外观看 并不比寻常的农家小洋房好看多少 但是刚进大院的门 我看到中式山水园林中的一块太湖石 那是十多年前一场国家级盛会用的镇宝石 绝不是拿钱能买到的 外景都这种档次 小楼里面 一定大有可观 但是 当我跟着领班 走进楼里才发现 设施仅仅比五星级酒店好一些 都是中式古典风格 虽然说不上好在哪 但站在每一处 都是意境极佳的景观 我忽然明白 内部的豪舍 在于设计 一定出自顶级设计公司的手笔 领班警告我 目前我是出街服务生 活动范围只限于一楼接待大厅 和二楼的茶室 我问三楼和四楼是什么 他指着我的鼻子说 你在这里做事的第一条规矩是 不要问任何问题 领班带我去地下室分配宿舍后 我趁他不注意 偷偷到一楼大厅溜达 正巧碰到一个肤色白皙 身材高挑 模特一样的外国金发美女准备上楼 我以前仗着家里有钱 好过很多美女 这下毛病又来了 就上前搭讪 金发美女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 她甜甜地对我微笑 从昆包里取出两块金色牌子 一块圆形 一块方形 她将两块金牌恭敬地展示在我面前 说 亲爱的 三楼还是四楼 我一时愣住 但吻了吻情绪 随口乱说 四楼美女就给我方形金牌 让我拿给前台给接待员 会有专人引我做准备 我纳闷 她说的准备是什么意思 只见她一边娇滴滴转身 一边说 亲爱的 我会用四楼的专属服务让您尽兴 我被空气中留下的香味迷得两腿直打颤 拿着牌子到了前台 接待的美女一身米色西装 纯白抹胸 姿色比电视台的女主播还亮丽 我的天 一个普通接待员都是国色天香 接待员忽然问我 你是王帅吧 我疑惑地盯着她看了半天 惊呼 李小彤 李小彤是我中学同学 也是我追过的美女中 唯一没有成功的 她家境贫穷 但没被我的金钱诱惑 因此 李小彤是我心中的清高女神 后来她考入复旦大学 我以为她将成为大城市精英 没想到在这里做了前台接待员 变得比以前更娇艳 李小彤知道我是新来的服务生后 还和以前一样 瞧不上我 她捏住耳脉 呼叫领班过来把我带走 然后没声好气地说 会所里的东欧模特很危险 你玩不起 领班把我扇了一巴掌 恶狠狠警告我 要不是你爸给我五十万让我照顾你 像你这么乱跑 就得滚蛋 我哪受过这种气 捂着脸反问她 一个小小领班有什么牛的 领班哼笑一声 说 她爷爷是退休领导 以前能在新闻中看到的那种 我心中一凉 看来这会所真是深不可测 一个小领班都有这么深厚的背景 从此我再也不敢在会所胡来 但我的运气好 次日就被一位富豪看上了 那天在小楼的后院培训时 领班教育我 面对这里的顾客 你就把自己当奴才 电视剧里太监是怎么对皇上 你就怎么对客人 我乖乖地听领班训话 然后领班考我 客人从你身边路过 你该怎么办 我摇头不知 领班说 你该跪下叩头 等客人走了再起身 我脾气又上来了 说 什么年代还搞这种封建行为 领班怒斥 富豪不缺钱 缺的是顶级地位 记住 任何时代的富豪 都幻想过帝王的感觉 我们要让他们在这个会所淋漓尽致的体验 懂吗 我吓得赶紧点头 领班让我练习一遍下跪磕头 但我从没干过这种屈辱的事 硬着头皮一条腿跪了下去 忽然就觉得太屈辱 我一把脱掉身上的会所制服 扔在领班面前 正准备猴老子不干了 忽然三楼窗户传出声音 你 上来 我和领班抬头一看 一个叼着烟斗的中年男人正俯视着我们 领班慌忙身居宫 以极为卑微的语气说 主人 二十秒内到你面前 话音未落 拉着我就往三楼飞奔 我终于借此机会看到三楼的内景 简直堪比欧洲的宫殿 金碧辉煌 奢华至极 每隔十米 都有一名容貌精致 但浑身只穿透明青纱的东欧金发美女静后 隔着青纱可以看见若隐若现的白嫩动体 即便我在飞奔 也被引诱的血脉膨胀 一个男人要能得到其中一个 这辈子也值了 还没细想 领班就把我带到了刚才的富豪客人面前 客人悠闲地吸了一口烟斗 看着我说 刚才看你脱了衣服 身材不错吗 是个壮士的男人 我不知怎么应答 领班抢先回复 主人有任何吩咐 我们都满足 富豪让领班出去 留下我一个人惊恐地等着富豪的指示 富豪似乎挺平易近人 温和地笑着问我 刚才外面的东欧美女怎么样 我说 挺好看 富豪朝外面喊了一声 不到两秒 进来一位穿着透视青纱 仙气飘飘的金发女郎 去 跟她做你想做的 富豪拿烟斗指挥我 我想起了领班的教训 并且这是我亲近东欧美女的千载难逢的机会 我甚至还喜滋滋 走到这位模特面前 东欧美女也笑容满面地搂着我 搏梗迎合我 瞬间我就燃爆了欲望 这时富豪掏出了手机打电话 徐总啊 过来一起欣赏表演 男的壮实 女的漂亮 我刚刚还饱满的情绪 瞬间像落入万分屈辱的身骨 原来我和美女 在富豪眼里就像动物 我想起了古罗马斗兽场里的奴隶 这就是现代富豪的乐趣 跟几千年前一样 不一会儿 进来一位西装革履儒雅的富豪 正和东欧美女做禽兽之事的我 陷入了更深的震撼 这位徐总我在网上经常看到 是全国鼎鼎大名的恒大地产集团 董事局主席许家印 拥有私人飞机 私人球队 私人歌舞团 拿烟斗的富豪 见了徐总 就像老鼠见了猫 卑微地从雪茄盒里 拿出一只雪茄 亲手剪开 拿烟枪烘烤后 双手奉上 徐总不屑一顾地夹在手中 吸了一口 我才知道 富豪也是有级别的 两人像观赏花鸟一样 一起看我和东欧美女卖力 这时富豪趁机对徐总谗媚地问 徐总 您看我那个集团公司 50亿您能出手买下吗 徐老板哼得一笑 说 我刚从地方银行套了200个亿 拿下你的公司 让你套现没问题 但是 徐老板又冷笑一声 看着身价几十亿的小富豪说 我要你的破公司有啥用啊 小富豪赶紧说 帮您实施多元化经营啊 这样您就能从银行获取更多贷款了 徐老板哈哈大笑 拍着小富豪的头说 你小子 脑子够灵活 跟我当年一个样 好吧 我就出手帮你一回 小富豪赶紧弯腰用双手接住徐老板的烟灰 就差给他跪下了 而徐老板 看了一会儿我和东欧美女 皱着眉头说 光看他俩表演没意思 你也上吧 小富豪没有丝毫犹豫 顺从地脱衣服 准备加入我俩 徐老板忽然想起什么 抓起桌上电话呼叫前台 送两粒猛药过来 挂了电话 对小富豪说 你今天要尽兴哦 很快 服务人员拿了一盒药进来 我看见服务生居然是李小彤 当即羞愧得恨不能找个地方钻进去 但李小彤仿佛见惯了 没搭理我 只低眉垂手地把药奉献到小富豪的面前 小富豪让徐老板看着他 一口把猛药吃下去 儒雅的徐老板指了指李小彤说 小姑娘也不错嘛 陪着他玩 让我看看这药效怎么样 我目瞪口呆地看着李小彤 这个在我面前清高的女神 在徐老板面前像只乖巧的宠物猫 听话的先自己宽衣解带 再帮小富豪 而小富豪要进已经上头 满面通红有节奏的点头 在要进爆发前 憋着嗓子求许老板 徐总 五十亿到账后 我 我还有一条命 可以 可以换 我虽然没听懂 但瞬间想起了父亲的叮嘱 而这时 许老板文雅地笑着点头 看小富豪扑向李小彤 而李小彤接下来一个极其无耻的表现 让我对这个曾经心中的女神 再也没有一丝兴趣 只见她跪在小富豪面前 说 这个药需要先散发两分钟的劲 让我接纳您的暴力吧 果然 小富豪像只不受控制的野兽 发狂似的对着李小彤就是一顿拳脚 两分钟过后 第一阶段的药劲已经散完 李小彤被打得鼻青脸肿 奄奄一息倒在地上 但她还是挣扎着爬起来 把自己奉献在小富豪面前 因为第二阶段的药性已经开始 接下来 我眼睁睁看李小彤 让富豪折磨了半个小时 结束后 我、东欧模特、李小彤、小富豪四人 都筋疲力尽 许老板很无聊地扔掉雪茄烟头 走了出去 我们三个服务人员 把几乎昏迷的小富豪 抬到床上休息后 就出来了 我问满身伤痕的李小彤 为什么这么做见自己 李小彤白了我一眼 有气无力地说 为他们服务这一次 我就能得到一个筹牌的小费 你说为什么 我问一个筹牌小费是多少 李小彤伸手一个手掌说 五十万 后来一段时间 我除了给来会所的大大小小富豪做奴才之外 还想打听那个小富豪换命的信息 但会所禁止泄露客人一切隐私 我根本无法得逞 况且小富豪和许总 都极少来会所 不知什么时候再能碰见他们 倒是李小彤 有一天忽然对我亲近起来 我并不想理他 他的形象在我心里已经毁了 因此当他再次跟我来套近乎时 我直接问 说吧 你有什么目的 李小彤也不绕弯子 直接跟我坦白 我想请你做中间人 帮我和白总签一下线 白总是常来会所玩的女富豪 很年轻 只有三十五岁 保养得像二十出头的小姑娘 当然白总不是来这里享受东欧美女的 他知道会所的富豪会员比较多 希望能在这里 结识一些对自己生意有用的人 因此白总每次来 都只是喝喝茶 听听曲 碰到其他富豪了 就请人家一起吃顿西餐 聊聊生意 有一次我给白总端茶时 他忽然叫住我说 我也算月人无数 看得出 你是个身材很好精力旺盛的小伙子 我赶紧鞠躬感谢 他又伸出两根手指 说 今晚来我房间 明早你就可以得到两张筹牌 我知道 那意味着一百万 我也算个小富二代了 虽然白总貌美如花 还给这么多钱 但以前都是我赏赐美女 今天怎么能反过来被美女泡呢 我没有被诱惑 只是说 白总要想找个质量高的男生 我推荐会所其他服务人员 他们比我更帅更有能力 白总听出来 我是拒绝了他 好在他没有为难我 冷笑一声后 递给我一张名片说 好吧 你什么时候回心转意了 随时给我打电话 我恭敬地收好名片 但从来没给白总打过 我有自己的骨气 只是从名片上我得知 这个白总是一家文化公司的董事长 具体业务不知道是做什么的 我和白总的这点私密交情 居然被李小彤知道了 要不然他怎么会求我帮他和白总牵线呢 看来这李小彤也不简单 我也拒绝了李小彤 不想掺和他们的事 但李小彤不罢休 丝毫没有羞耻地说 你以前不是想追我吗 只要你答应给我我白总牵线 我可以答应你一些要求 这个精致貌美的女人 把现身看得和吃饭一样寻常 令我作呕 眼见这招说服不了我 她又转而劝我 我相信你来这个会所 不仅仅只想当个服务员吧 肯定还有其他目的 机会要自己主动出击才能得来 这话说的 我有点心动了 来到会所两个月 除了给富豪当仆人 我爸交代给我的事 还没半点进展 李小彤见状 赶紧补充 那个白总 你知道他是怎么起家的吗 我摇摇头 李小彤接着给我介绍了白总的发家史 我才知道 这个漂亮女富豪以前跟我现在一样 是大富豪许总的私家仆人 只不过她比我们高端一些 白总以前是舞蹈学院的大学生 毕业后就进入了许总私人歌舞团 当歌舞演员 后来因为年轻漂亮 加上会公关 很快晋升成为许总私人歌舞团的团长 年薪百万 但白总不满足于这点成绩 服务豪许总之余 自己也结识了不少达官贵人 等过了几年 眼见自己人脉积累的差不多了 就跟许总辞了职 自己出来成立了公司 养了一帮美女 专门服务超级富豪 原来如此 白总名片上的文化公司 居然是这么搞交际文化的 起先我还以为他是做书籍之类的老板 而李小彤让我帮他和白总牵线 是想进入白总的美女公关团队 我要走白总的路子 过上三五年 我也能成为他现在这样的富豪 李小彤冷峻地说 我答应帮李小彤牵线 是因为也好奇白总这些大富豪的成功经历 我刚从会所打听到 白总的身价刚过十亿 我特别好奇 一个搞美女公关的公司 是如何做到这种身价的 拿着白总的名片 我给他打了电话 希望他有空来会所玩 白总当即娇笑着说 现在就有空 等会儿到会所 等他到达时 已经晚上 白总独自吃完一顿法式大餐后 就把我叫进了房间 是我约的他 当然我首先要表示诚意 看着他喝完红酒后迷离的眼神 我鞠了一躬 说白总 今夜我就属于您了 然后就被这个表面柔弱的女人 一把拽进了卧室 第二天一早 白总躺在我的怀里 夸赞我令他非常满意 然后扔给我四个筹牌 我拿着两百万 并不兴奋 我不缺钱 而是缺乏对白总的了解 于是我用情侣的口吻 问他 可以告诉我 你的过去吗 白总立马变了脸 穿上衣服冷冷地说 别忘记自己的身份 你只是个服务员而已 我这才明白 这里的富豪 从来没把我们这些服务人员当人看 我只是他利用了一晚上的宠物罢了 要想和他们交往 只能谈利益 于是我给他介绍李小彤 白总 我给您介绍一个出色的美女公关 可以帮助您的事业添砖加瓦 果然他来了兴趣 问我女孩是什么条件 不知您注意到没有 就是我们会所的同事 那个前台接待 名叫李小彤 白总呵呵娇笑几声 说他早就注意到李小彤了 漂亮又有颜色 是个做公关的材料 只是还没顾得上问 这下正巧了 那你跟他说 来我公司上班吧 要知道 一个好的女公关 能给我创造几千万甚至上亿的财富 我多了个心眼 跟白总说 还不知道李小彤愿意不愿意 他是我同学 我好好劝劝他 白总又扔给我五个筹牌 说这算是我的牵线费 250万 虽然不少 但我觉得这个数字挺别扭 我没要 而是把筹牌还给白总 说如果真要感谢我 就告诉我一件事 白总不耐烦地问 什么事 我说 之前听会所一个富豪给许总说 要换命 是什么意思 白总跟过许总 我想他应该知道这种事情 果然 一听说有许总 又有人跟他换命 白总立刻从沙发里坐了起来 看了看我 白总又陷入沙发里去 嘲讽地笑我 这种事 你们这些小喽啰还不配知道 但等了几秒 他又说 反正告诉你也不会坏事 我今天心情好 就给你讲讲吧 原来 换命就是小型富豪 替许总这种超级大富豪背锅坐牢 许总这样的人物 在商场肯定经历了很多见不得光的事 而为了抹去这些黑历史 就要有替罪羊替他背锅 小型富豪生意上遇到资金链断裂 就必须要有人给他们注资 否则 不但企业财富没了 家里的妻儿还要受牵连 更惨的是 还有可能被竞争对手趁火打劫 弄去坐牢 落得家破人亡 唯一的解救之道 就是让超级富豪帮他们一把 解决他们的资金难题 而小型富豪的回报 就是自己进去替超级富豪吃几年劳饭 虽然自己进去了 但财富还在 老婆孩子也都不会受损 很多小富豪都愿意这样牺牲 听完白总的讲述 我心里有些不安 我爸为什么要我打听换命这种事 难道他 我不敢多想 经过我当中间人 李小彤如愿以偿从会所辞职 去了白总的公司当女公关 我感叹不已 现在的美女 真是现实得让人害怕 更让我害怕的是 万一我爸是计划着给富豪换命 不 我绝不会为了金钱 放弃亲情 不久后的一个深夜 白总有些醉醺醺的来会所 点我晚上服务他 我虽然很困了 但白总是会所VIP客人 我不能怠慢 强打着精神走进他的卧室 我觉察出 白总这次有些不同寻常 他似乎在找受虑 让我别对他客气 还让我跟他反角色 他当奴才 我当尊贵的皇上 起初我不敢这样做 让会所领班知道 我这样对待客户 我会被赶出门的 但白总放下了平日的高傲 跪在被子上求我 我终于下了狠心 好吧 把我平日里当奴才的委屈 都痛快在他这里找回平衡 整整三个小时后 我和白总都筋疲力竭地躺下了 我问他 白总 您是不是有什么心事 他叹了一口气 眼神空洞地说 真没想到啊 我也有今天 这么快就轮到我换命了 我一咕噜做起 惊讶地问 白总 你的生意正如日中天 怎么需要去换命呢 我虽然清楚自己和他的关系是主仆 但我也是有感情的动物 和白总肌肤之亲几次 已经对这个貌美女人产生了关心 白总眼神忽然冷峻起来 扭头看向我说 这就是你们底层人羡慕的真实富豪生活 你看我今天身价十亿风光无限 到明天 上面的超级富豪只需要一句话 我就得牺牲自己来保全它 从而抛弃现在拥有的一切 看来 白总是不得不替上面的超级富豪坐牢了 我再次想起我爸 要不要把这事告诉他 因为一 我爸送我进这个乌波美女会所的目的 就是帮他打听富豪换命的事 我正好可以把白总的事告诉他 二 我从心底想帮助白总 帮助这个漂亮的女人避免香消玉云 我爸或许能有办法 毕竟他也算是个身价2000万的微型富豪 做了决定 我就安慰白总 让他先安心睡觉 任何事情都会有转机 白总躺在我怀里 不知是对我说 还是自言自语 有时候真羡慕你们这些小老百姓 只有一些小烦恼 但如果让我重新来过 我还是愿意走这条充满腥风血雨的路 第二天 我把白总要换命的信息 打电话告诉了我爸 我爸让我给他拍一张白总的名片 然后就匆匆挂断了 此后几天 白总没再来会所 我跟父亲联系 他的手机也没人接听 我忍不住给白总打去 也是无人应答 我心里越来越不安 直到有一天 我忽然接到是缉毒大队的来电 问我认不认识李小彤 让我去一趟做个笔录 我匆忙赶到缉毒大队 从警察口中才知道李小彤出事了 原来我这个如花似玉的女同学 因为太着急想结识超级大富豪 在公关时 不惜毁掉自己的身体 陪大富豪吸食毒品尽兴 想得到大富豪的信任 但他第一次干这种事 身体承受不住大量毒品的入侵 而大富豪才不管他是否能承受得了 只图自己开心 就加大了量 让李小彤越来越嗨 终于李小彤在过量毒品的侵害下 体内器官受到严重损害 倒地昏迷不醒 送到医院急救 又在ICU里抢救了三天 还好 命保住了 但是他的两个下肢没保住 也就是说 后半生将不能走路了 还有心肺功能不再完整 以后每天都要靠大量药物 维持生命体征 清醒过来的李小彤 欲哭无泪 他为了往上爬 落得现在失去了所有 于是心一横 准备揭发 他要让害他的大富豪遭到报应 李小彤在病床上报了警 警察过来后 他就把如何公关超级富豪 如何陪富豪吸毒的过程 供述了出来 但李小彤也知道这点行为 根本无法扳倒富豪 于是他又给检查和监察机关举报 提供大富豪贿赂 涉黑暗箱操作等 不法商业行为的证据 这下就捅到富豪的痛点了 于是富豪赶忙应对 想找人给他替罪 我这才反应过来 富豪找的替罪羊 正是白总 在基督大队做完笔录 警察得知我和白总犯事 并没有什么牵连后 让我签字走了 但是有个细节 令我再次感到不安 就是当警察得知 我和白总是在乌波美女会所认识后 多问了几句 这个神秘会所的内幕 我当然不敢乱说 只是告诉警察 这个会所是正常的休闲场所 客人只是来喝茶聊天的 其余内情 我这个服务生并不清楚 警察见问不出什么 就没再深入了解会所的事 但我发现 他们特意把有关会所的记录 另外单独整理在一个文件夹 看样子似乎要专门调查 我忧心忡忡地回到会所后 再次看见那些走来走去 公富豪娱乐的东欧美女模特 忽然就感觉 他们是一具拒害人的妖精 更令我寝食难安的是 目前还没有我爸的任何消息 不知他现在在哪里 然而 三天后 白总忽然满面春风地来会所消遣了 他特意亲点我为他服务 我小心翼翼地问 是不是化险为夷了 白总呵呵娇笑 像个女王 高傲地看着我 然后脱掉高跟鞋 让我给他按脚 我一边帮他按 一边看他品查 只见他扬倒在靠椅中 长须一口气说 钱真是万能的东西啊 然后告诉我 他本来要替大富豪顶罪的 但是又有一个身价 只有两千多万的小喽啰 主动凑上来 帮他替罪 想不到吧 顶罪也可以层层分包 呵呵呵 白总得意至极 然后一痛快 把整个过程都给我讲了出来 原来 本来像那种两千多万身家的小人物 根本不配给他们顶罪 因为身家地位相差太悬殊 即便去顶罪 警方也不会相信 因此 大富豪一般都找身家几十亿的小富豪去顶罪 这样就合理很多 警方也不会太多怀疑 但是白总给这位身价两千多万的小老板的公司 突然注资了五个亿 同时让他并购了几个业绩良好的企业 这样身价只有两千多万小老板 一夜之间摇身一变 成为资产过十亿的富豪 白总在伪造一些活动记录和商业记录 最终让警方相信 害李小彤吸毒贪赃亡法的富豪 就是这个人 等于说 我花了几个亿 买了自己的平安 真有点贵啊 白总躺在沙发里悠闲地说 不过 这个小喽啰身价从两千多万猛涨到十亿 进去吃十几年的牢饭 也不算亏 而且可以让他的老婆孩子 在外面享受无尽的荣华富贵 我内心冰凉 浑身颤抖地问白总 这个替他顶罪身价只有两千多万的小喽啰 叫什么名字 正轻松庆幸的白总 丝毫没注意到我的情绪 尝了一口精致的进口水果 顺口而出 叫王洪伟 你认识啊 呵呵 我悄悄地退出房间 王洪伟正是我爸 在看守所里 我探视到了准备服刑的我爸 你糊涂啊儿子 为什么要把真相说出来 他有点恨铁不成钢地看着我说 是的 我为了不让父亲当替罪羊 把白总透露给我的内幕 以及乌波美女会所的所见所闻 都向司法机关说明了 很快 正义的司法机关以雷霆之事 重新调查了李小彤案 以及侦查乌波模特会所背后的事例 也重新审了我爸的案子 重新定了他的罪名 把他的刑期从15年捡到了一年 并且缓期一年执行 我爸说 如果我不揭发 虽然牺牲了他一个人 但是可以让我们王家的产业 变成几亿甚至更多 我这么做 是意气用事 太不划算 我反问我爸 如果连亲人都不能陪伴 我要那么多财富有什么用呢 我见过了大富豪奢靡的生活 根本不羡慕 甚至觉得那种生活透着腐朽的恶臭 父亲隔着铁网 气不成声 很快 调查结果出来了 由乌波模特会所签出的一众不公平内幕 都被成功侦破 白总 以及一些替罪的小富豪 包括那个删我巴掌的领班 当即被捕入狱 受到了法律应有的惩罚 而许总这种超级大富豪 经过相关人员周密细致的调查 让他们以为牢不可破的保护网 在正义的铁拳之下 终于被击破粉碎 而我 在风平浪静后 却探望了一次李小彤 毕竟她曾是我心中真正的女神 现在 她正躺在一间普通的出租屋里 由年迈的老母亲照顾 见到我 李小彤就忍不住泪如雨下 我给了她一张银行卡 里面有500万 是我在会所里得到的收入 包括白总给的筹牌小费 李小彤捏着银行卡 呼着说 如果中学时 就答应做我女朋友 现在应该是一对幸福的情侣了 我没有答话 李小彤又问我 我现在这样了 你还愿意要我吗 我依旧没有答话 默默走出了门 并且决定 今后再也不会见她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是本期主播文哲 感谢大家的收听